我当然像我这种倡导低碳出行的人来说 当然,而且心里还比较少 当然还是要骑一下过氧单车 每次来骑荒岛就跟回家一样 其实我很喜欢在这个城市这边逛一逛 尤其是这么晚车上,路上也没什么人 现在就是骑车直接去宾馆 就是我经常住的那个 在太阳城那家宾馆 以前的话刚毕业的时候 就是习惯住学校旁边嘛 因为以前就住学校 不过后来发现学校离的市区比较远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离市区玩 所以后来觉得还是选一个市区的宾馆 尤其在市中心的宾馆比较好 后来就选择太阳城那个宾馆 然后这么多年来 如果要是会骑荒岛的话 一直就都去那个宾馆 后来是那个肯德基啊 以前我也经常来的 OK来了来了人民广场每次去骑荒岛必来的地方 旁边的这个屠户大厦也是我以前经常来的 我感觉有点好火啊 这么多很危险啊 但是我确实就这么走了 反正现在人又比较少 这儿一个卖零期食品的小摊啊 什么是零期食品 就是快要过期的零食之类的问题 我记得上出来的时候这儿好像有个卖菠萝的 哎还是卖什么其他水果的 反正就是很甜 人民广场那边那个中间的大雕塑网在维修啊 这儿好安安先不落 哎差不多快到了啊 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乐都会 这个基本上太阳城是一个地方 其实这个宾馆也是在这个叫做新天地的这么一个商场 在太阳城都是北标 它和乐都会正好来着 其实这两个商场刚建的时候 我说那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我还以为是一个商场 其实这是两个 这个商场来的就太太太精彩了 基本上已经属于车来过这儿了 那我就停到这儿了 然后这边这个楼就是上上了 然后我就上去了 这边的楼就是宾馆 我就上去了 今天就是这样了 好晚啊 现在估计可能都快11点 晚安 好晚安 好晚安